乌尔战争要持续来关注乌克兰无人机 再度飞进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虽然马上就被俄军击落 但有目击者因为距离很近 被爆炸波及 前方建筑物的角落突然冒出一缕青烟 让拍摄影片的俄罗斯人紧张了起来 他其实还没有到我们了 一点点 太可疑了 疤疤疤疤了 哎呀 天啊 什么疯狂 这里是莫斯科西部郊区 原来刚刚的烟雾 又是来自被击落的乌克兰无人机 事发当时 这名莫斯科上班族就在爆炸现场附近 他还说爆炸的冲击波 差点把他的衣服给掀了 乌克兰的无人机 几乎每天往莫斯科飞去 就算没造成人员伤亡 也已经让俄罗斯人心惶惶 尽管战火近在眼前 大多数的莫斯科人 还是想办法过正常日子 大麦记者罕见莫准进入莫斯科采访 发现当地超市还是能买到外国商品 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乌俄战争 对于两边的人民来说都很难熬 已经有乌克兰的士兵说 他不想自愿的为国而战 怎么回事要持续交给云文 好来看到就是关于 俄乌战争的消息 现在已经持续了快要两年了 但是乌克兰的反攻却是很有限 也重创了他们的军心士气 我们来看到是有外媒报道说 有受伤乌军表示 如果有选择的话 他不会再入伍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 就把人推上了战场前线 而且还点出说 那些送到北约去密训 去速训达成快速训练的乌兵 其实反国之后 损失是更加惨重的 所以他们对于一些西方 所传授的这个战术 认为是没有效了之后 就放弃改采是这个火炮 跟飞弹的攻击 那现在看来乌军可能对于 反攻的失望情绪之下 更加的是转而是希望暗淡的情形 我们来看到是有分析认为说 如果乌军的训练是缺乏的 那说他们的士气很有凝聚力的话 这些话是被人家抱持怀疑的态度的 而且此时也传出是乌克兰内部 有严重的贪腐的问题 大发国难财 所以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泽文斯基就对于说 涉及到上百起的地区 征兵中心的贪腐案件 以及灌水的军购的相关的贪腐事件 通通把涉案的官员给免职了 要重整整个政府 要稳定民众的信心 藏在树林之间 来自波兰的庞然大物 155毫米口径 AHS现实自走炮 连续发射炮弹 对准几百公尺外的俄军 北约援助重型武器 每天都在乌克兰前线运作 但很快的 俄罗斯坦克 炮弹回进 大部分时间 俄乌两军就这样 用炮弹护射 被派往前线的乌克兰电视台 女记者说 她根本只能趴去采访 但欧军飞弹对准的 往往不只有军人 清楚看到 飞弹越过头顶 炸波罗热饭店炸毁瞬间 小朋友吓坏了 几小时后 换基辅警报大作 根据乌克兰说法 俄罗斯发射 四枚极因素 匕首飞弹 防空系统 只拦下一枚 只是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同一天 有重大宣布 开除所有征兵中心负责人 因为传出全国至少 112起相关贪污弊案 这不是俄乌开战后 第一次大动作速贪 除了战场恶军 泽伦斯基还得提防自己人 TVBS新闻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